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课程从2022年初开始 已经陆续的帮助500多位母语式中文的同学 来学习这个项目管理的知识 以获得申请PMP认证考试资格 所需要的35个小时的学习课程 课程推出以来呢 获得了许多同学的反馈跟好评 谢谢同学们的鼓励 驱动我们推出了更多的中文管理的课程 对于本课程新的同学呢 常有一个问题就是 本课程的内容大部分是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PenBug第六版的内容 第七版已经发行了 学习本课程是不是有些过时了 我的回答是 第六版的内容呢 是将传统预测型项目管理过程 讲了最清楚的一个版本 到今天甚至未来数年 仍然是一个最好的参考书之一 PMP考试的内容呢 到目前为止还是涵盖了许多传统预测型项目管理的知识的考题 而且单独学习第七版的PenBug 无法让你全面的学习到项目管理时所需要的工具跟技能 当然了 PMP任何考试从2022年开始 涵盖了更多敏捷管理者知识 和PenBug第七版强调的项目管理的原则和价值的交付 所以我鼓励同学们加注我另外两门课一同来学习 一门课是敏捷管理的基础课程 另外一门课是PenBug第七版的内容 最后祝福大家学习愉快 考试一次通过 职位步步高升 前途光明散乱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中再见